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协作平台的管理 老师已经套用了这个界面之后啊 您可以来看一下在这里 比如说像老师刚刚这里不是有写的这个网站的名称吗 对不对,它预示在上面嘛 我这边没有用图片是因为老师改比较方便 那你如果要修改这个请从这边更多里面 上面这里有更多 找到一个叫做管理协作平台 所以如果你的名称你想要改变的 直接从这边再改变一下就好 好,直接从这边改变,外面就会跟着改变 好,那再来呢 如果你想要改变那个照片的 我们就来看看哦 因为这里不是有这个照片吗 对不对 你可以从这边 这里有一个 版面 编辑协作平台的版面配置 你把它点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这边有多了一个 对不对 有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你先不管它 你滑到这个上面来的时候它会亮起来 有看到了 好,它会亮起来 那你如果要编辑就把它点一下 就在这边点一下 它这个标题你也可以改 有没有 标题老师可以直接自己改一下 照片 诶,老师看到这个 看到这边应该会有点 有点熟悉的感觉 因为你写mail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所谓的线帐编辑器 有 那如果您要的是插入照片的话 从这边 有没有插入照片 所以 你可以先把我按掉 点到它 XX 这样就好了 好,那您就可以从这边做一些介绍 做一些介绍 插入你想要的 那图片的部分呢 除了可以从已经上传的档案里面 你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 也可以直接透过某一个指定的网址来找 好,从这边 你透过指定的网址给它也可以 当然不能放那个FB的 因为FB的要登录帐号密码才行 对不对 除非你是那个粉丝专业啊 像我们瑞晨也有自己的FB啊 对不对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老师先试看看 好不好 如果完成之后 请往下卷动一点点 按确定 好,按确定 那这个地方就跟着改变 我把后面就把给老师 所以你第一个动作 你可以在左上角这边 先把那个内容稍微改变一下 那当然如果老师您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 也可以把那个区块把它删掉 好,也可以把那个区块删掉 这个是OK的 看你有没有更多 刚刚发现老师 都有点偷懒 竟然都想要用我里面的照片而已 不行 所以我们要先跟老师分享两个方式 一个 你可以要上网去找图 我先问一下老师 请问 如果你要上网找一些照片 图片啊 甚至插画 您都怎么找 Google Google Google找 好 那我分享一下 如果说您用Google找 那你看看哦 找图片对不对 对 就打关键字进去嘛 对 这可能是 这样侮辱各位不行 但是我问一下 请问如果你不知道关键字的时候 要怎么找 这个人 我认识 找不出名 或这个东西我看过 这幅画我看过 我叫不出名字啊 请问你要怎么告诉过 要怎么找 无名试 这样找到有很多 所以其实有一个方式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试过啊 就是像这样子 比如说像这张照片啊 不好意思啦 只能拿我自己的 好 不要 好的啦 我拿那个另外一张 我看一下 測 暂存 好 这张 这个是我放在里面 有没有一张这个 请问 这个 我要找这张图 你要给他什么关键字 可爱 好 海边 海鸥 哈哈 老师 你要找多久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来 我起来很变大 我都用这样 没有 我都变大 我用这样就找我了 老师们有过记家 找图片 你没有 老师都没有听过 网路上有一个很 我们常听到的名词 叫做人肉搜索 这个我不认识 但是照片我有 哈哈哈哈 我就怎么样 以图找图可以吧 所以老师有没有发现 哪里不一样 这里不一样哦 有没有发现这里不一样 诶 他就帮你看到 这个应该是合同卡通 有没有发现 他帮你找关键字 对不对 他用图像比较接近的去找 我们不是要教各位人肉搜索 但是 你要会用这种方式找图 这种方式找图 还有好处 比如说 我有时候 我找到这一张是比较小张的 可是 老师比如说你要做报告 要印出来 我们常常都是老师 应该有个经验就是 我如果 往荧幕上看是OK 可是我要怎么样 印出来之后 哇解析度太差 你可不可以去 从这边再找到 比较大一点的 有没有 你了解那个概念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 这样找 那这个方式呢 请老师注意一下 只有IE不行 火狐 因为我们用的Google浏览器都可以 也就是说您直接把什么 把这个照片 图片 图档 按着拖曳 丢到这个上面来 有没有 这样放开就好 他就自动把你把照片传上去 再去做搜寻 好 那相对的 我找到这个图片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他找到了 除了图片的资讯 也可以找到什么 跟他有相关的网页的资讯 这样有没有 比较聪明一点点 有齁 那您可以这种方式去找他 事实上如果说老师 这个我把它关掉 比如说你找一个儿童卡通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用 比如说我找到了 啊这个好可爱 对不对 那你想要他 找跟他类似的 老师也可以这样走 按着他 拉到上面来 不然也不会这样 这样 这样也会用 你给他关键字之后 我再丢下去 就找到通通跟他相关了 对不对 因为我小朋友 他很喜欢画画 我常常用这种方式去找 找完了之后 不是直接印出来 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我还要把它变成黑白的 再拿去上色 好自己画涂鸦 所以我要常常帮他做这件事情 但是蛮好玩的 但是记得 不要用阿姨 用阿姨不好 阿姨不支援 OK 所以这是找图的方法 那 这个是前面讲的两种方法 那如果老师呢 你看到这张图 也懒得直接存下来的 还有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刚刚有没有 跟老师介绍过 这里有一个 pick pick 有没有 都有一个调整檔 萤幕的画面直接抓下来 有没有 可以阿 我就不用再去找啦 你看喔 点到他 点左键右键都可以 有没有都中文的 好 那你从这边萤幕截取 找到这个叫做 矩形视窗 我们最常见就是某个区块而已嘛 好 矩形视窗 点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变成十字了 你就在他的左上角 暗处不放 拖曳 这样 是不是就选起来了 选起来在这个画面里面 如果你觉得还是太大的 你可以从这边 再把大小稍微调整一下 比如说我觉得 这样还有点太大 我就让他再缩小一点点 好 比如说120就好了 这样是不是小一点了 好 我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然后你看 档案这边 把它做一个储存 那这样子 我就可以拿到 刚刚那边去用了 所以你用这两种方法 然后是 你找到了 你把它存下来之后 都可以 比如说像我这样 存下来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协设平台面 你看我滑过这边 点一下 刚刚这一张滑过去 这里 滑过去正常应该会出现一个那个 好 这样我直接粘掉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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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卡住了 我先确定一下 有点卡住了 这应该 这跟操作没关系 好 那我把画面还给你 他的意思要 我赶快把画面还给老师 刚刚那个拖一的怎么做 其实如果老师 一定不要用快速键的 你就把你的视窗 稍微缩小一点点 有没有 比如说你用档案总管 因为我现在是 不太用档案总管 那你就 这张图是不是看得到了 网页看得到 这样丢过去就可以了 你了解吗 好 那我平常用 我是要按Alt加Table 这样切换 这样子去做切换 如果您用的是 那个Windows7以后的版本 您也可以按那个 我们键盘上 不是有两个微软的logo吗 也可以logo加上Table 他的切换是这样 你看起来比较炫而已 效果还不是一样 这样有看得比较清楚吗 没有啊 对啊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啊 反正 这个只是手法嘛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 达到那个目的 这个只是工具而已 那个过程 那我会这样子做 就是按着他 滑鼠按着拖曳 跟刚刚一样拖曳 可是我滑鼠按着不放 然后呢 Alt加Table 滑鼠没有放开哦 Alt加Table 回到我的网页之后 我现在滑鼠是按着 你拉到这边再放开 这样子 好 看老师你这样在看得到的情况下 那就是把视窗 缩小 好 你看得到情况就把视窗上丢过去这样子 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你就知道我偷偷怎么做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老师呢 你有弄好了 你可以像这样子 这样浏览 像我刚刚那一张 我就选好 那他就传上来了 对不对 这张就上来了 好 那如果你选好了 其实老师如果 懒得这样子 你也可以直接指定网址 就这种方式就是那个图片 是放在别人家 反正超连结嘛 对不对 那我进这个 你的协作平台的时候 然后去他们家 把图片显示出来 这样也可以 好 所以看老师 你要用哪一个方式 那如果是这个 我把它点一下 选好了 很确定 这样这个是不是就换了 你看 正常情况下 点到那张图片 应该会有出现这个 好 那你如果要移除就移除 你也可以设定他的大小 大中小 再去做调整一下 好 所以这样我就变可爱小妹妹了 马上就变了 对不对 OK啦 所以第一个解决的 再解决一下左边的 好不好 倒数计时 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只是这个算是 协作平台一个功能 因为协作平台 既然是要协作 他主要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用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 做专案管理的时候 或者老师有那个专案在进行 学校比如说有什么 这个活动 可能从企划一直到执行 中间有很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那大家可以共同来做 用这个平台 来做讨论 还有一些计划案的撰写 那些文件的管理 这个协作平台主要用意 是在这边 我们只是把它拿来当做 是单机网页在用而已 所以您如果说像这个 你可以点一下 你可以直接指定说 什么活动 比如说 什么时候断跑 对不对 还有孝信什么时候 你又选一个日期 他就开始把你倒数 就这样子而已 很单纯 这个部分是很单纯的 这样老师 这两个区块 我就先交给你了 给你试试看看 如果你都已经调整好了 请你按一下 右上角这边 有没有一个关闭 你就把它按关闭 那么这个编辑版面的功能 他就先帮你收起来 OK 我把画面给大家 我把画面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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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